其实我们讲所谓天灾人祸 像之前的台风算是天灾嘛 现在有H1N1又要来了 那不知道我们之前在金融大海啸 有没有受到这个损伤啊 经济没经济 大家有受到影响吗 也是有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好像我们人 常常都是各种天灾人祸的受害者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来面对 所谓的天灾人祸 或是像这一次的灾民 尤其是我看小林村 好像整个村五六百人结果死了五百多人 整个村就这样子的不见了 其实站起来让我们觉得很恐怖啦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死掉的人就死掉了 比较困难的好像是活下来的人 我在想在偏远的地方也好 在山上的部落也好 其实我觉得有非常多潜在的问题 第一个我觉得是人口的老化 人口的老化 因为年轻人都去渡市打拼 像一些老人像一些小孩 像我本身是在困难的增加 我是困难的土耳人 我产生也是啊 结果都像一些老人和小孩 年轻人都走去渡市 变成很多所谓偏远的地方 其实是有很多的高端和触目啦 尤其是很多年轻人都没在生苦兵 所以我在想很多偏远的地方 有非常多的问题 第一是经济的问题啦 因为经济不景气 大都市的人至少还比较好过日子 大都市的人比较好过日子 我举个例子来讲 像以前美国的家州 美国的加州 有很多墨西哥人啊 各地的人 等于说非法移民在那边打工 那他们大部分把打工的钱都寄回家乡 因为家乡比较贫困 可是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反而他们的家乡要寄钱来给他们 比如说我们比较偏远地方的生活经济 如果都是靠家里的年轻人 现在年轻人在渡市 返专家 经济不好 对我们的心境来讲 又是另外一种打击跟沮丧 好像大部分我们都觉得 在都市比较年轻跟有活力 好像在渡市比较多土地 比较多的娱乐活动 好像比较多的快乐 在餐厂里面就好像很寂寞 就好像生活很孤单很无聊 所以我是觉得当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也许在我们偏僻的这些市政 这个乡间 其实感受上会觉得 好像更低落 我先跟大家说一个观念 在赛斯的观念来说 他认为我们的心情 是会跟大自然起感应的 人的心情会跟大自然起感应 我再举个例子 像以前中国上黄河 大家知道吗 中国第一大河是长江 第二大河是黄河吗 据说以前黄河改道九次 就是黄河每次改道 就是它改变入海口的方向 那后来我在念历史的时候 我发现黄河每次改道的时候 都是历史上要改朝换代的时候 好 各位 改朝换代的时候 都是什么样的社会情况 战争 鸡鸣 有没有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李志成 或是那时候太平天国 要起来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东西吃 我如果没有造幻 我也是妖狮 为什么不造反 我记得以前 好像在大陆哪一个地方 有一种石头 有一种酒头 放在水里面煮 煮煮好像米粉 勾勾勾这样 但是冷起来还会变酒头 可是煮软的 放在水里面煮会软软的 硬了会变石头 那时候人们没有东西吃 他就煮这个酒头来吃 但是煮这个酒头来吃 那个煮烧烧像是淋梅 但是淋梅的肚子底 如果还凉起会变酒头 人会死去 但是他咬味也是有吃 为什么要吃 他肚子腰 你现在吃下去 记着我会先饱一下 你知道意思吗 我会先有饱足的感觉 等一下在肚子变成石头 四天再说 现在愿不吃 肚子就愿不夭死了 所以以前要改朝换代的时候 都是社会动乱的时候 社会在动乱 社会不安 没有东西才会夭死 所以与其饿死 我不如来造反就对了 所以以前的时代是这样 各位 因为当在改朝换代在造反的时候 都是社会人心想乱的时候 人的心最乱的时候 我现在问大家一句话 我们现在现代人 一般来说生活算不错 比你来说以前的风土 有手表也有好看吗 没有啊 以前的风土要知道 几点我会看天上啊 才知道现在几点吗 现在现代人 多少都有手表也好看 不管是你过来的路 还是过来的 现在的人虽然生活过来不错 但是我问各位一句话 现在的人心有没有很乱啊 现在的社会有很乱啊 有 你看那个报线 那个新闻 每天都在吵 对吗 现在的社会看起来很安定 但是现在的社会都在 人心很动乱啊 各位 好 所以当整个社会 人心在动乱不安的时候 其实人也会引发 大自然的灾难哦 所谓大自然的灾难 在赛斯的观点来讲 它其实是一种 内在的心情的反应 好 各位 什么样心情的反应 好 比如说我们这个所在 这个地方首长 是说这个领导者 很安定 大家民心很安定 大家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共识 这个地方会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可是如果这个 不管执政者也好 或是当地的社会 人心 假设一直在冲突 假设一直在吵闹啦 插来插去就对了啦 各位 会引发所谓的天灾人祸 你到底是要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还是你要人心动荡 天灾人祸 来各位亲爱的 我问你们 现在整个社会 是往哪个方向啊 往这个人心动乱啊 这个天灾人祸 有没有 你看看这几年 像我们一直在讲 从1999年开始 921地震 有没有 再来南亚的大海啸 四川的大地震 在之前土耳其的大地震 再来金融海啸 有没有 再来台湾的八八水灾 现在又要H1N1了 这个H1N1讲的多可怕 说台湾会有700万人受感染 假设死亡率是千分之三 大概2万1千人会死掉 可是科学家又说可能会突变 突变的话 假设 最坏的情况 死亡率假设一半 700万人感染 死掉一半 会死掉多少人 350万 350万刚好死掉一个台北市的人 各位 第一个台湾地方很小 但是资源分配又很不平均 我的意思是说台湾这么小 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 可是变成它的资源分配不平均 根据我个人小小的发现 这一次的受灾户 大部分都是绿色执政的区域 我得到一个很浅的结论 因为现在绿色比较多了 绿色的人现在一口气出不了 前总统又被判刑 然后现在又是蓝色的执政 蓝色的执政 可能为了多多少少的原因 绿色得到的补助就比较少 因为执政者不是绿色的 所以我发现这次受灾户 好像是绿色比较多 因为我得到一个结论 因为现在绿色的人比较准 因为赛斯的思想 一直在讲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思想 它是一个磁场 你说这个人如果都没笑容 每天都想悲哀 每天情绪很低落 对未来没希望 那也是一种吐石流 你了解吗 所以你说一个家庭也好 一个家庭为什么会多灾多难 因为这个家 每个人大脑都在想负面的啊 我们简单来说 赛斯心法很简单的一个观念 你头脑多想正面的 你情绪是比较正向开朗光明的 你的争论就公平 你们都不用去五户沉水 那我们赛斯家族就可以了 你如果一个家庭 大家搁来买乎 叉叉叉叉 谦你也在丢桌 默默也在乘乎 默默也在丢桌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你看一个家庭也是啊 所以以前古人讲嘛 家和万事兴嘛 对吧 你一个家吵吵闹闹闹 一直在冲骨 那当然就是灾难不断了啊 所以以前古人讲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但是我们今天要帮助各位的 是回到我们的内心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回够好 我们的心 我们如果不快乐 一切都不用说 你自己的心如果不开 你不去到生活开 你绝对比爱啦 因为人最后是我们的内心 才是最重要的